人民的承諾 在臨時會要強推這兩個東西 那另外 自由經濟示範區 已經各界批評 聲浪四起 一堆空白授權 裡面一堆包含減稅 包含逛環土地徵收 環境評估 以及很多農產品加持的條文 其實都對台灣造成全面的衝擊 那這個 特別條例其實應該整個被 被返修甚至直接被退回 怎麼可以在 理事會得到審查或通過呢 因此我們今天在這邊我們訴求非常簡單 就是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 符號協議 兩岸協議進入條例這三個東西 不可以納入理事會的議程 如果納入理事會的議程 納入理事會的議程 我們就跟法政府有得完 我們就跟他說我們等著敲 我們就在黑色星期五 跟他身在臨時會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大家好我是李俊達 那我今天代表民主鬥陣 我是民主鬥陣台長招 那我們認為呢 台灣的未來不能臨時決定 我們沒看到太多的爭議法案都在臨時會通過 這些法案通常都是 有重大的爭議 然後對台灣影響勝決的法案 他卻在臨時會這樣常算的通過 背後就是這些政黨第一的算計 在正常的會期應該好好做事的時候 他不去處理這些法案 或是沒辦法處理這些法案 他就完全丟到臨時會來處理 那台灣的未來 就這樣被一次一次的臨時 臨時也決定了 那除了剛才的這三大法案 除了程序上大的問題之外 他在實質上 也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看到三個月前 三個月前 大家還記得發生什麼事情嗎 三個月前 就是因為這樣程序的不正義 還有這個獨法對台灣 影響衝擊勝劇的一個法案 在立法院被詳情 被詳情通過 所以三個月前 一群公民 衝進立法院 佔領立法院 所以說成是我們的太陽花學運 其實是太陽花的公民運動 這非要代表是 台灣人 整個公民社會 對於政府幾度不信任 對於代義政治的不信任 可是我們剛剛三個月後 馬政府 一點反省都沒有 一樣使用他的法義、黨義 想要來寫持民意 在這個名義 號稱名義最高 極端立法院裡面 想要推行他的行政政策 他又再一次的 違反了憲政 體制當中 行政跟立法 要分立的原則 所以我們看到三個月後 馬英九 依然是毫無違憶 毫無反省能力 試圖硬幹 然後我們看到 在三個月前 人民提出的公民審議會議 強調是什麼 台灣面對到的問題 是憲政危機 可是 馬英九政府提出的是什麼 金曝國事會議 金曝國事會議 剛才就說 就只有金曝問題 台灣的憲政問題 他不去處理 迴避這個憲政問題 他只去處理這些金曝問題 然後號稱他廣大的民意 可是我們看到 這是臨時會 要審的法案是什麼 福貿 治經區 這兩個都是重大的 經貿法案 經貿 重大的經貿政策 然後 原本號稱 叫廣大民意的經貿國事會議 都還沒有開 他就已經要審這兩個法案了 這代表馬英九 這個經貿國 就會廣大民意的 其實是化假的 他其實 實際上只是先射箭再化吧 他就射出一個 自由貿易的箭 讓台灣的市場 無限的開放 讓這些財團 能夠自由的進駐 這樣的自由貿易 只是對財團有利 只有財團有自由的自由貿易 他就射出這個自由貿易的箭 然後再來畫法 所以後面的經貿國智慧 都只是為了這些政府的背書而已 你們會看到 一方面 他其實一意孤行 想要推行這些 只會土地財團的 情貿法案 不管是福貿 或貿 或是自己區 其實都是這樣的法案 然後他接下來再奉承 說他廣納的民意 然後同時 在這個禮食會當中 他用他的黨議 來挾持這樣的民意 所以我們看到 馬來九政府 他其實是一個 毫無民主素養 對這個民主現場 毫無關於能力的政黨 他現在如果要持續硬幹 人民絕對要持續跟他後排 所以我們在這邊 台一口號 政府硬幹 人民應戰 政府硬幹 人民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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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那我們接下來邀請 在全台各地 全台各地 北中南高平的地區 都有駐點的 所有分部的民主黑朝 民主黑朝學生聯盟 我們就要請他總召留子 我們就要請他總召留子 這是民主黑朝學生聯盟的總召留子 那一開始我要說 今天的馬政府 對於我們這些學生來講 我們對他 已經不會有任何的錯愕 還有驚訝了 也就是因為 他這樣的習慣 如今 自從三月 三月的佔領運動之後 歷經五十萬人上街 然後 最後撤出一場之際 並沒有任何人鬆懈 因為我們都還知道 這場仗還沒打完 的確 六月 馬英九 下令指示 必須要在這個臨時會 通過胡茂 這就是硬幹 這就是他的喜好 與民意相違背 民主黑朝學生聯盟 民主黑朝學生聯盟 是在318戰力運動之後 而成立主要由中南部的學生發起的 我們那時候的主要訴求 就是要求我們要通過 具有實質監督效果的 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但是 我們看到 這一次臨時會 除了馬英九指示要胡茂通過之外 同時還夾帶了其他兩項重要的議程 第一個就是政院提出的 政院提出的政院版的監督條例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假的監督條例 第二個就是 比胡茂帶來更大威脅的自信區 如今馬英九說 這個議程的政院版的監督條例 是當初318戰力運動所提出的訴求之一 他這個就是在公然欺騙人民 他就是在公然欺騙人民 甚至 我們可以進一步 進一步說 他這臨時會排這三項議程 不只 是對人民的一個挑戰 甚至更讓人感覺到 他就是在搬 他就是在搬 你在搬什麼 我就是三項排進去 我死都要給你過一下 至少給你過一下 過一下我就贏了 這就是他的策略 這最後一週 僅僅一週的時間 該如何辦到這些事情 這不僅顯示了現在馬政府的框滿 甚至他在告訴我們 不管你今天在社會的哪一個角落 不管你是什麼身分 如今 當我馬英九政府 想要通過 任何一個有關 民生重大法案的時候 我會不需要經過你們同意 即使今天 有巨大民意的反對 他也是一樣可以置之不離 就因為今天的政府 不斷地重操的一套話術 越自由的貿易就是越多的進步 越多的經濟利益 用這樣的話術 來包裝圖利財團的利益本配 所以民主委長學生聯盟在這裡 要宣告 如果馬政府敢輕舉妄為 如果他敢再故意 故意的重演三月的時候的那時候的伎倆 我們再看 我們再盯 你們有種就來試試看 那我們知道 在整個社會裡面 民主社會裡面 不能把人只視為一張張選票 一張一張沒有身分的選票 不管你是男是女 不管你的主義 不管你的性別 不管你的職業 那在民主社會裡面 這些差異期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 特別在這些政策 然後受害的 都是一些特別的對象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邀請到 不同職業別 也不要邀請到 不同主義的朋友來到現場 我們先邀請到 反服貿 與住民經驗聯盟的 林品涵 林品涵的同學 他會我們解說 今天為什麼這些法案 包製進去服貿 對於原住民族 會有特別的傷害 大家好 我的主題叫做反服貿 然後我的媽媽是來自南口 現在仁愛鄉很不濃 那我今天在這裡 沒有辦法跟大家講太多 了不起的言論 但是我要先問大家一句 這個名字叫做中華民國政府 來到台灣的時候 請問有問過台灣的主人原住民說 我們接不接受你來嗎 當原住民很開放很包容的 遞到這個政府提示 遵守你們遊戲規則 那中華民國憲法 以及我們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都對於原住民族的生存權益 經濟發展都有明文規定的保障 但是從浮毛 至今區 這些 重大法案 請問中華民國政府 你們有問過台灣的主人原住民嗎 沒有 有嗎 沒有 這塊土地 你們來的時候沒有問過我們 現在 你們要把這塊土地賣掉的時候 還不來問我們 我們已經不能再忍受了 今天原住民站出來 從318開始 我們有非常多的原住民青年 組成了這個反圖冒園親論壇 我們不再再談圖冒的問題 我們談的是 原住民 原住民族 台灣社會 我們到底要什麼東西 我們只要錢嗎 請問各位朋友 你們要的是錢嗎 人的尊嚴只剩下錢可以衡量嗎 我今天站在這裡還要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們現在在反資金區 在反福茂 可是這種種的傷害 已經在原鄉地區造成 大量的觀光產業 進到原鄉地區 所有把持這些產業的 都是所謂的漢人 所謂的漢人 沒有任何利益回饋到原鄉 沒有任何的主導權 是在原鄉部落 或是族人的身上 我們今天就是血淋淋的 人站在這裡告訴你們說 中國來的時候 台灣人 原住民現在的處境 就是台灣人未來的處境 所以我們現在站在一起 一起來對抗這個外來的政權 但除此之外 我也要呼籲台灣人 不要再忽視台灣的多元化 不要再忽視原住民 所在台灣的優先地位跟主體性 謝謝 我們看到有不同族裔的沒有在台灣 受到無保持進去的傷害 那同時我們看到不同職業的也會 那我們傳統想像的受害者 可能都是農民跟勞工 對 可是不只是這些 包括我們所謂的白領 包括醫生 我們第一位重 各位在台灣社會裡面 常常被視為第一位重告的醫生 即是也是神有其害 那我們請醫療小組 醫療小組的陳醫任醫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各位聲明哥聲援的公民 歡迎大家好 我是醫療小組 在這邊 我要跟大家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是資金區 或是福茂議題 法政府想做的就是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出賣台灣 出賣台灣的民眾 這就是資金區和福茂的真正本質 它不只影響到是原住民族的朋友 不只影響到的是農民朋友 工人朋友 它所彰顯的是 馬政府把台灣的民眾出賣給資本家 出賣給資產階級 它是一個階級問題 在這邊 大家不一定是工人 不一定是農民 但是我敢保證 大家終有一天會變成病人 終有一天可能會被我服務到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東西 對大家來講都非常重要 大家有看新聞的話都會知道 台灣深受血汗醫院 以及急診室擁擠的問題所害 不管是在醫護人員勞動權益 或者是病人的就醫權益上 都有非常多努力的空間 但是我們政府還在推動服貌 推動自行區的時候 它說法是什麼 它說台灣的醫療資源豐沛 台灣的民眾就醫滿意度很高 有嗎 大家說有嗎 沒有 沒有 他說台灣的醫療 在國際上競爭的優勢 是只有價廉 告訴大家 這都是建立在醫護人員的血汗上面換來的 這種廉價的醫療 想要把它當作商品 賣給我們的國際貴客 最後導致的就是醫護人員勞動權益被踐到 民眾的就醫權益被排擠 我們知道台灣的醫療有非常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馬政府 像我前面所說的 他想要趁他還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賣給國際的貴客 賣給大陸 賣給中國 這已經不只是 這不只是服貌要不要豐富的問題 不只是自由檢驗實在缺乏過的問題 他已經是現在進行事正在發生了 我來自花蓮 我故鄉是花蓮 大家都知道 東部的醫療資源是比較缺乏的 但是 現在連花蓮的殖境 都在做國際醫療 都在做醫療觀光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是現在進行事 已經不只是 我們把服貌問題擋下來 把治療區域條例擋下來就可以解決了 他需要我們所有媒體朋友 需要我們所有公民 繼續去關心 繼續去監督 才有辦法擋下來 再做我們來一個口號 政府一幹 人民一戰 人民一戰 政府一幹 人民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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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歡迎局會長 謝謝 今天 我身為一個老師 跟我們的同學們 以及很多的青年朋友站出來 都來到立法院的運程前面 讓我們想到了318安全的情境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身為臺灣的民情和總統 馬英九十三 如果我們從他的這樣的一個思維 說要在一個民主會裡面 來通過三個重大法案 這個法案 基本上 它並沒有一個所謂的 民主性 緊急性的 它事實上是一個在台灣社會裡面 已經是全民關注意義的 這樣的法案根本就不適用於 在我們的憲法 或是 這個立法院的實現行事法 裡面的所謂 為什麼 要落成 執政委的一個要件 有啊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 全民所謂的主要的總統 完全沒有 能夠埋定 人民的 民主要的總統 只是因為 因為 他的執政黨 他的立法院的實現行事 過半 會不會有疑問 這樣的實現行事為 跟 在三年十八 產生這個 病動 根本原因是不致的 所以我們就說 滿有先生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做到 這個教訓 可以莫言來講 如果說 我們看這個三大的法案 裡面 不要說 無貿協議這件事情 要本 不應該排在任何一層裡面 因為 所謂的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 在地法院都還沒有審議 都還沒有一個形成一個 台灣人民的共識之前 怎麼可能 再去跟 再去討論跟中國 與台灣之間的 建有貿易協議呢 那第三個我們再來看 所謂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特別條例 我們來看這個資金區的特別條例 整個條文來看 這基本上是一個不吉不主 過名不白 不公不義的 一個特權軍事的特別條例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這麼看來想 這樣的一個經濟體制 事實上呢 是在台灣國內呢 產生一國兩制 它的緊隔的思維 是一個特權的軍事 也就是說 在台灣裡面呢 來創造一個不吉 那麼 在這個租界內的 所有的搶商 他不用繳稅 他想要所有的租 可是呢 在這個租界外 搶商跟人民 就必須用他的納稅 來補兼 在區內的人 這真的是公平了嗎 第二個 這樣的一個 製作裡面 他說 他要權利 他要整理 但是呢 在台灣的所有設計權利裡面 他必須有一個公共性 可是呢 這一個基本條例呢 不齊不齊 根本就對一個公益 是不清楚的提示下 要去徵收人民等地 這是一個不義的 你知道 這樣是有公益嗎 不可以 不是必要性 何需要 是的 所以這是不需要的 所以這種 這個 劃著自由經濟制 事實上 實行的是 特區經濟制式的 這樣的一個 特別條例 在台灣 根本就不需要 而且 如果我去審議 這樣的條例 事實上呢 是羞務了台灣人的智慧 所以這個法案 事實上 應該根本就起 根本不需要 主條討論 所以我們在今天 為什麼 我們在紀念國 有這麼樣的憤怒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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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馬總統 第一出行 完全沒有警察 過去 這幾個月來 台灣人民的 意志 以及整個社會底層 已經完全的改變了 完全沒有感覺 這甚至無感 一個無感無能的總統 之外 他所謂的這個自由經濟 只是一個掛油 所謂有用的 他也是在欺騙 也是在 在低估台灣人民的智慧 這樣的總統 我們可以忍受嗎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反抗道理 謝謝 謝謝老師 然後這我們演一個 我們一個簡單的行動 去然後順便為大家介紹一下 過去比較少提到自己去的 來我們行動去 行動去 答案給 你的行動去 好 那個 好 各位 這邊 不然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資金就會為大家帶來什麼樣的憧憬喔 那其實 社會上已經有非常多學者 NGO團體對於資金區有一些分析 那我這邊只是非常簡單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說 資金區它其實等於一個 所謂的資金區呢 首先 我們可以先去看 其實它 零幾倍大成員是含 農產品加值的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資金區會開放 高達 其實會剛才兩千多項 其實就是上千項的 這個中國農產品 原本是被管制的 不得進口台灣的 現在這些店員是放鬆的 他們可以進口到台灣來 他們進口到台灣來呢 會在所謂的 六港一空地園區 這個範圍裡面 可以進行 加工 生產製造 那例如說 中國 花生進口 它在台灣這個資金區 進過一些加工製造之後 只要它被認定有35%的 附加價是台灣製造出來的 它就可以 陪臨台灣 直接要上來 那如果它是 它加工之後是屬於 非管制的產品 例如說花生醬 它就可以內銷台灣 那如果是管制產品 例如說花生粉 它可能就銷在國外去 那無論是外銷 還是內銷 都有可能 這個就造成我們所謂的 MIT這個品牌 的形象 是不是會被打折 或者會不會有來自於 這個中國的食材問題 這其實都是大家所關心的 那其實不談這些 我們直接看 中國 這個農 農產品原物料的 低廉的價格 一期非常大量的生產 光是量跟價 就可以打趴台灣的 台灣的這些小農生產 所生產出來的物料 到時候 這個自技區所謂的農產品加值 它只會造成農業資本化 什麼意思就是 那些有錢開食品加工廠 有成績從事農業實加工業的人 他們或許可以從自技區得到利益 可是那些小農呢 他們生產出來的那些作物 完全就會被來自其他國家 不只中國 來自其他國家的農產品給打敗 WTO 我們加入WTO以來 我們的農業已經受到非常嚴重的衝擊了 自技區在開放下去 我們難以想像台灣的量成績率 會往下看比較什麼程度 那這是一個 那再來 還有包含出稅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 其實自技區裡面 它為了要吸引企業來投資 為了要鼓勵一場在那邊設產 它很多 包含這個所謂的境內關外 那就是你這個貨品在裡面出去 不用不用進關稅 或是你營業的一些營業稅可以殲滅 水電費可以得到補助 一堆利利口口有沒有的 本來就給你減稅 那減稅這東西台灣之前也不是沒有過 我們這個 產業創新條例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獎益投資條例 全部都來減稅 減到後來 我們壽星階級的稅付越來越高 可是連賺最多錢的企業 假的錢越來越少 早至整個政府財政能力惡化 然後我們的社會不利崩盤 這其實整個惡果已經在過去幾十年 不斷的上演 不斷的上演 那我們就懷疑 自經區重演這個減稅的東西 重演減稅的這個戲碼 到底可以會產業代多少實際的升級 還是只是會進一步 架成財團化 清潔平均化的現象 這是另外一個 再來還包含一些 不一樣的那種 土地徵收的程序 可以得到這個簡化 一些環境評估的程序 可以得到簡化 今天一個廠商在自經區是蓋工廠 它要取得土地 它要通過環境 程序都比在自經區之外更簡單 可以平行審查 可以放寬標準 可以不受什麼什麼法的限制 這東西難道可以被允許嗎 我們可以看到 在自經區之外 所謂的大普事件 所謂的桃園航空城 就是 原因就是為了 要投資業所耗 要投資產商所耗 為了提供他們便宜的廠方 給他們便宜的土地 於是就 很快的把這些土地的徵收都簡化了 自經區一設計下去 台灣的地域就會吵得更嚴重而已 所以自經區 它其實就等於是 台灣人民的自經區 而且自經 還不是我們自己願意自經的 請政府比我們自經的 好看 好看喔 政府自經 人民自禁喔 政府自禁 政府自禁 人民自禁 人民自禁 政府自禁 政府自禁 人民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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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自禁 政府自禁 人民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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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這些受害者 都是我們這些體育百姓聰 第一間一般的藍領勞工 到醫生這樣的白領勞工 到心情為我們 心情更做糧食 農民 所以我們作為 台灣的下一代 作為台灣的青年 在這裡我們要保護 我們的未來 不要讓我們未來 就在這樣的臨時 臨時會裡面 一次次臨時就被決定了 突然就被決定了 所以我們要請到一陣子 千萬不要再贏幹 否則人民就在全面贏戰 然後我們最後在孩子口號 政府一幹 人民一戰 人民一戰 政府一幹 人民一戰 人民一戰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社會朋友 謝謝各位媒體 如果生意朋友有更多問題 或現場朋友有更多問題 希望在我們後續行動的話 都可以到前面來找我們 謝謝 然後我們也會持續關注 今天會持續關注 兼領事會議程的安排 然後以及在領事會如果議程 他真的安排這些三大的 正義法案下去的話 我們將會持續團結行動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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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軍 議員這邊 才去行動 維護還行 總法議員 然後可能也有更多朋友 行政經驗 然後這些東西要再經過頭 因為我們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佔格佔領 而是為了能夠改變這些法案 改變這些議程 所以我們會採取 評估之後 採取有效的行動 謝謝 謝謝 我們歡迎大家可以 先留在這邊 跟我們一起 留在所種在這邊 然後監督 然後去等待這個議程的安排 那我們這邊也會安排一些 關鍵 跟不同關鍵的關鍵 會大家有興趣跟我們聊聊 了解更多志經區 福茂 等等的議題 然後我們還留在這邊 跟我們一起聊聊一下 好 那謝謝大家